这是通过我们平时修行妄语这个善业成就的 你不修妄语 不离妄语 你想成佛 得到佛的真实 就没有 所以由此可见 刚才想邪行和妄语两条 都是成佛的正因 离不开这边 富士龙王若立两舌 这个无种不可换 两舌 就挑拨离间 何等为时呢 一得不坏神 无能害主 你不说两舌 都比较来的串话 第一就得不坏神 无能害主 谁也害不了 因为我们不就做害人的事 就别人害不了我们 第二得不坏劝死 无能报仇 就是劝死我 在家中呢 我们就是家庭 集体呢 我们就是同事等等 就是说 得不坏权 这些劝语就不互提开了 老会跟着你 互相帮助 别人说了 破坏了 因为什么呢 你不两舌 第三呢 别人说得不坏性 顺本业故 就是不坏性 就是你的性愿 我们现在人中建立性愿 那是不坏 别人 你做的都是不两舌了 你这个性愿 别人不信 你说他就信 为什么呢 你做了这个 你两舌了 谁则不坏性 第四则不坏法行 所修坚固 你干啥 你这种成就 你就不会啊 干了半道 完了 又不行了 刚刚开始又不行了 现在咱们很多人 在事业 创业 刚开始又不行了 为什么 这里边讲了 要一两舌 就能得不坏法行 第五 得不坏 善知识 不匡复 你得 我们说平时 总有点 每个人都有个好朋友 这就叫善知识 有可能我们得 善知识是什么呢 不是好朋友 平时 他嘴里一套 心里边一套 其实不是很好人 因为身体上 我害你 或者呢 是对面好 但是呢 他的肢件不对 教的你方法呢 教又教又教 出了就到哪去了 这些很多 这得善知识 得不坏 这样就 这讲很清楚 你不两则 才能得到 不得 得 这是两一两则 以后的好处 若能回向 阿朗多罗三秒三菩提德 后成佛使德 正义劝 这个很重要 你看我们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有很多的阿罗汉 来帮助他 我们看阿弥陀佛 我们可有观音和大师智菩萨 来帮助他 希望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阿罗汉来帮助 这个什么叫正确实 周摩外道不能比坏 外道那些来破坏也坏不了 大家来帮助 四四龙王若离恶口 一个八种 成就八种境界 恶口就是 马张话 和上为八 一言不归度 我们一说话 就符合 对立 一说就说到 人心上去 你离了恶口 就能说到 你不离恶口 你一说话 人家一听就变怒 一听就说着 去世间 去外皮 不能离恶口 就能打了罪 第二呢 言解利益 一说话 就别人都有意义 都能帮助别人 第三 言理气 一说话 就符合道理 有些人不一定是 他学过说 但是说的话 一听 就觉得符合道理 没错 言理气 第四呢 言之美妙 第五 言可成为 你讲完了 人家一听就说到 人心里乱了 人家都还听 但是道理处 言可成为 六 言之信用 咱们现在心里是一样的 也信用 一说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 没错 管理 能解决问题 第七呢 言无可敌 没有 一听 这个话里边 没带这个 一笑的成分呀 粉刺的成分呀 一般呢 言尽爱乐 你们说 人家都喜欢听 这是离恶口的好处 要能回向阿玛多罗三百三百三 菩提者 呼称佛时 据得如来 凡因如相 从佛以后啊 你看就是 如来有一个凡因神 才如来说一句话 他不是说 我们人听了 这是人的话 人听了是没错 我们听懂 天人听了以后 立即也懂 中午听了呢 也懂 他一阴而出呢 所有十方法都能明白 这一下子都得自然而理解 但是呢 这个啊 这个叫 凡因神相 我们现在说这话 对方可能都不明白 人都不明白 不怕动物呢 这个话 先各不明白了 你能让这个树木明白吗 你能明白 这叫佛土 佛心这个相 从哪来 最低本了 咱们都能做到 什么 离恶 很简单 所以说佛 所以不离这个世间法 佛法不离世间法 佛的修处 不离我们众生反复 一点都能处理 我们没凶而已 我们平时还有恶报 你怎么能成佛呢 就成了佛 这里边你看 世界里边 悄悄都能学习 都能成佛的某一个人生 某一个功德 都佛 从哪来 从实散来 这已经讲了 讲了四个 四个成就佛的这个 不是六个了 就是 你看 离了杀生 每一条都有 离了杀生 那么得佛 什么呢 随心自在受你 刚才还没说 就是离了杀生以后 后成佛是得佛 随心自在受你 佛想活多长时间 最多 那活多长时间 我们看 国经文里边讲过 佛在灭度之前 他和阿南讲过 讲过三次 如果众生需要 我可以 永留时间 说过 但是那时候呢 因为魔的障碍 那时候阿南的耳朵 这个人如痴如的 没听不见 听不见 佛是可以 做到永留时间 没有问题 有这个能力 当时魔王就说了 你该走了 该走了 我的魔子魔 说要不然 都让你做没了 活没办 最好说答应 就说 我过几天 得了 这才出现了 奖金 奖金 安排后事 最后到 到哪个地方呢 然后灭度了 你不杀生 这德随心是在受命 我们人也没有 我们人不杀生 常放生 我们能延长寿命 一定可以 没有问题 一定 原理就相同了 我们看佛 很多佛 阿弥陀佛 那一直是在弘法 极乐世界弘法 无量无边的寿命 等到他严禁的时候 他灭对的时候 就观音菩萨 来成为 来在教化中生命 自在寿命 这个好像也没讲 偷抱 偷抱 后称佛时得证 清净大仆皮之 这个佛的最根本就是清净大仆皮之 你没有智慧 那讲啥 讲不出呢 所以说你看 是在里边 每一算 都是成佛的正义 最后讲 这个讲其语 不吃龙王 若离其语 其得成就三种决定 何等为三 一 定为至人所爱 不讲那些 其语 就是 就是 奉承老大 讲这些话 一定为至人所爱 至人就是 有智慧的人 一看就能 老是好人 他就喜欢 教他 第二 定能以智 如实达文 用智慧来 回答问题 他绝不会 完完绕绕的去说 第三 定于人天 唯得最胜 唯有虚妄 你只要修这个将来 你在人天中间 就有唯 有德 而且最胜 而一看 这个面向的好 声光就大 却有全能性 看了人家就喜欢 就认为你这个名字 可靠老实 能办事 就不用虚妄 思维三 若能回下阿龙多罗三 两三不提者 后称佛是 即便如来 凶所受祭 结果 旁捐 你才得啥呢 你要称佛的时候 就是 所有的佛 都会给你 受祭 说你一定会成佛 没问题 这个 受祭的这个故事呢 在妙法莲花经里面有 那以后也是跟咱们在说什么的 所以就是从妙法莲花经里边看到 那些大阿罗汉 虽然农民佛都给他受祭成佛 那很显然那些阿罗汉 阿罗汉按照这个原理 他一定过去都是离得起 不会干净事 看你这个 结果